第三个报告人李晓东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研究员 2016年毕业于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主要从事盖带矿和有机光电器件的研究 累计发表SCI论文60余篇 近年来围绕反向盖带矿电池 针对影响其效率和稳定性的关键问题 展开深入研究 以第一通讯作者在Science Science Advanc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等国际主流期刊发表论文19天 他赢2000余次 相关论文多次被Science 柱 Chemical Review JAX 德国硬化 Ener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 等作为亮点授受或者大篇幅评述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及上海市和浙江省 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波次 参加 Peers ICUCN 新型太阳能 材料 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学术会议 并且做邀请报告 请李老师开始报告 可以 好的 非常感谢樊老师的邀请 也很高兴有机会和 他老师以及朱老师 以及各位老师一起来交流学习 下面我就开始我的报告 然后我今天的题目是反向甘烈钢电池 高效界面意志节的构建 继续对切件性能的影响 然后今天的话大概呢 主要就是从这个反向甘烈钢电池 它的界面意志节 然后以及反向甘烈钢电池 它目前所存在的这个电极腐蚀问题呢 这两个方面呢 来简要的来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工作 然后研究背景的话 因为刚才他老师和朱老师 已经介绍的非常详细了 那我就不再这个过多的介绍 主要就提一点的话 就是因为目前从这个结构上来看的话 起点结构上来说的话 各样电池呢 它就有两种 一种是这种正向的IP的电池结构 另一种呢 就是反向的PN结构 然后相对来说的话 这个跟正向电池相比的话 反向甘烈钢电池的话 因为它不需要用到这种高温烧结 并且呢 有一定催化作用的这样氧化态 以及呢 它还它也不需要用到这种 需要掺杂的这种spiral的空气传染材料 所以说的话 相对来说的话 反向甘烈钢电池的话 它在高温或者光照下 它的稳定性呢 相对来说有可能会更好 同时的话 因为它的制备工艺相对来说 简单一点 它可以和这种晶硅电池这种结构在一起 然后实现这种叠层电池的制备 然后的话 我们课题组的话 主要就是这种基于这种反向的概括电池呢 为了它的效率和稳定性 那个主要是以它的这个表界面的光电性的调控呢 为核心 然后主要是针对它的这个概括表界面的这个能力结构调控 以及它的电极腐蚀和离子迁移等问题呢 来展开研究 然后今天的话 主要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最近在这个 盖框表面这个能力调控 也就是建立一致节方面的工作 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跟大家再稍微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反向盖框框电池 它这个电极腐蚀 也就是它的化学防腐方面的一些一个工作 好 首先呢 就是第一个关于反向盖框框电池的一个接练一致节的工作 因为这个目前的话 如果我们从这个盖框框电池 它的整个发展历程上来看的话 至少到现在为止的话 因为这种正向盖框框电池的话 实际上从效率上来说的话 它是一直引领这个盖框框电池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话 所有就像这个NRU认证的这个最高的盖框框电池的效率的话 都是基于这种正向电池的 然后它目前的最高效率的话 已经达到了这个25.7 但相对来说的话 反向盖框框电池的话 如果从最开始一直到现在 它的效率的话 实际上是一直低于这种正向电池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大家往往会有一个问题 尤其是对于这种 就是这种 就是不做盖框框 或者说刚刚开始做盖框框电池的人的话 他往往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你从结构上来看的话 你这个正向电池跟反向盖框框电池 它无非就是把这个盖框框电池颠倒过来 或者颠倒过去的一个问题 就是既然 就是说 它为什么会出现的 就是说这反向盖框框电池效率呢 它为什么比正向要低呢 这看起来是一个 相对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包括我自己 感觉也很难的话 去来 很好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的话 我们的话 正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进行了一些 我们自己的一些分析 首先的话 跟大家稍微来介绍一个 就是关于盖框的一个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吧 就是盖框 盖框薄膜 它的能力结构 或者说 甚至是它的这种 拼音型的性质呢 实际上它往往会受到 我们这个沉积的基底性质的影响 然后就是从这个 几乎是很多的这个文献报道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实验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的话 大概它有个趋势 就是如果我们把盖框 它那个坐在这种 N型基底上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得到盖框的 它就更偏向于N型 你说它的非米能 相对来比较靠上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 沉积在这种 P型基底上的话 也就是我们在这种 就是我们做 反向盖框镜池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盖框薄膜 沉积在P型基底上的话 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出来盖框薄膜呢 它往往呢 就会偏向于P型 这是一个 虽然这个具体的原因的话 现在还不太这个 还不太这个什么 没有弄得很清楚 但是这是一个 基本的趋势 大概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然后这点的话 实际上我们自己 在我们实验室呢 我们也 也去那用 用这个UPS呢 也测了一下 这个不同基底上 盖框它的一个能力结构 就是ITO PNCT 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最常用的一个 阳极的这个这种基底 然后呢 以呢 目前比较常用的 ITO氧化锡这样的一个基底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然后呢 就在这个两个 不同的基底上 然后沉积上这种 盖框薄膜 然后通过UPS测试呢 我们就发现 在这种阳极基底 也就是说 ITO PNCT上面的话 盖框的话 它的非米能力呢 是相对来说 要明显下移 也就是说 它跟这种 二氧化锡上面的 这个盖框相比来说 它呢 在阳极界面 PNCT上面的盖框呢 它更加偏向于这种P型 因为它的非米能力呢 更靠下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首先来看了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正向盖框光电池 它的效率 尤其是它的开压呢 比较容易做高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话 最开始 能做这种正向盖框光电池的时候 人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相对这种平面抑制节的话 如果我们采用氧化 借口的氧化铝 或借口氧化态 这样的一个 借口的盖框光电池的话 它跟平面相比的话 借口的盖框光电池呢 它的电压呢 更容易做高 然后这个 大概在14年的时候呢 Snace他们就 就发现的话 实际上对于这个 一个样一个 在借口结构里边 这样盖框的话 实际上它的盖框呢 可以分为 大概可以分为两层吧 一层呢 就是在这个借口结构 渗透在借口结构内部的 这个盖框 另一部呢 就是另一层呢 大概就是一个提向的盖框 大概可以分为这个两层 然后如果我们对这两层 来进行它的能及分析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的话 在借口内部的盖框 也就是在这个氧化铝或者氧化碳内部的盖框呢 它的非能力的很靠上 也就是这时候呢 在借口结构内部的这些盖框呢 它是一个更偏向于N型的一个盖框材料 而体向的盖框呢 它的相对来说 它虽然也是一个N型的 但它相对来N型性的要弱一点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就是说在借口结构那个盖框呢 它的非能力的相对来要靠上一点 这样的话 它电子呢 比较容易自发的扩散到这个体向的盖框 然后这样呢 会在这个借口结构内部呢 会留下一些正电荷 然后这个体向的这个界面附近呢 会聚集一些负电荷 这样呢 它会形成这样一个 就是从界孔指向提向的这样一个 类似于在这个界面处 会形成这样一个额外的一个电场 这个电场呢 它实际上是那个什么 它跟这个我们这个正向电池 它的这个内接电视的方向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在借口结构的这种盖框材料的动荡 它在借口体向的界面处呢 实际上它是存在一个自发的 会形成的一个 在这个界面处呢 会形成一个类似于这个 一指节的这种情况 然后呢 从而呢 在这个界面处呢 就是下表面的界面处呢 会引入一个额外的电场 这样的话就能够抑制这个 下表面的一个空穴跟电子的复合 同时呢 它能够整体上来提升这个 整个电池它的一个内接电视 所以它的电压 它的开压 包括它的效率呢 比较容易做高 这是一方面 然后另外的话 如果说我们采用这种 正向这种平面一指节的 概括电池的话 因为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平面一指节的话 它在这个下表面的话 就不存在这个 类似于前面提到的一个 由于接口结构存在这个 造成了一个一的一的这种情况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大家采用了一个方法呢 就是对于getcon的上表面 进行来这个顿化 然后呢 尤其是 那个我们这个 刘老师提出来 这个PAI 二维getcon 顿化这个工作之后呢 大部分呢 现在呢 大家往往都会在这种 正向电池 都会在它的上表面 用这种有机压言 形成一种二维getcon 就是采用这种准 二维getcon 敦化的这个方法呢 来对它进行的处理 虽然大家开始呢 最开始大家都从这个 那个什么 从这个表面敦化的 这个方面来解释的 但实际上 如果我们从能力结构 角度来看的话 由于跟这种 三维的getcon相比 二维getcon 它自身的 往往向来 它是偏向于这个P型的 这样的话的话 因为从这个 我们来看上表面 getcon 跟这个二维getcon 这个接触的 这个界面的话 由于体相的三维getcon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它呢 因为它在N型基点 所以说它相对来说 是一个N型的 这个偏N型的getcon 所以说它费米能 就相对来靠上一点 而这个真正的 这种二维getcon 它的费米能 因为它是个P型的 它费米能 就相对来靠下一点 最终呢 都是一样的 最终呢 它就是类似于 是这样一个机构 就是说体相的getcon 它是一个N型的 然后在上表面呢 它是一个P型的 准二维getcon 它呢 跟这个 跟前面我们提到的 接口结构呢 是一样的 就是说它的电子呢 会自发的从体相 然后往这个准二维getcon 来扩散 这样呢 会在体相 就是这个界面呢 聚集一些正电荷 然后在这个 二维getcon这一侧呢 聚集一些负电荷 这样呢 也会形成这样的 一个额外电场 它呢 跟那间电声的方向呢 还是一样的 这也就是说呢 当我们在这种 平面的 这种正向getcon 电子时中 如果我们采用这种 目前所最常用的 它除了这个温化 缺陷温化的作用呢 它呢 还可以在这个上表面的 形成一个二维 二D三D 这样的一个抑制机 然后呢 同时呢 能够自发的在上表面呢 也可以形成一个 额外的这个电场 也可以起到这个 提升这个整个电池 它内接电视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说 因为通过这种 这是目前所报道的 一个效率比较高的 这种 正向开放电池 所以说它目前的话 不管他们采用的 推荐结构 以及那个getcon 组分是什么的话 就目前在getcon的 上表面 进行这种 二维getcon 它的吨化呢 是一个 几乎是一个 必须的一个步骤 然后主要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除了 实际上除了这个 曲线吨化的作用呢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 有可能就是说 它在getcon上表面 形成了一个 这样一个界面的 一直接的作用呢 也起了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在正向getcon电池 你不管是结构 还是平面的话 它上表面呢 因为我们采用的 这个空穴传承层嘛 一般是spiral 然后spiral的话 它呢 往往是需要 这种我们的输定器 比定 也就是tpp 来进行这个掺杂的 但实际上tpp呢 它对 它除了对这个 spiral进行掺杂之外呢 你说我们spiral 这一层的这个tpp呢 它呢 实际上是 至少经过一段时间的作用呢 它是会慢慢的渗透到 我们getcon它的上表面的 然后这样的话 它因为tpp它输定器比定 它有点类似于是有机暗言的 这样一个作用 它呢 就会诱导这个getcon 它的上表面呢 也是把它诱导成了 从原来的这种 本正的或者是n型的 把它诱导成这个p型的getcon 总之呢 就是在正向getcon电池中 实际上 我们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考虑 在这个正向getcon电池中呢 不管是它的上版面 或者说是它的下版面呢 实际上它都是能够 这种比较容易的 可以自发的形成一个 有效的这样的一个 界面一致节 这个界面一致节的作用呢 它就能够这个 一方面呢 可以一直这个界面的复合 另一方面它呢 由于它这个界面一致节的方向呢 跟这个 整个正向getcon电池的电池 它内线电视的方向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它可以起到整体上来提升 这个电池 那间电视的作用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开压呢 往往就会比较高 然后做出来的效率呢 也会更高一些 这样呢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 就是说呢 比较能够很容易的来解释 为什么正向电池呢 它目前来说 它的效率呢 往往会比较高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反向getcon电池 这是我们目前 这个反向getcon电池结构 由于呢 getcon呢 它往往它是呢 沉积在这个png地上 所以说 那整个这个铁向getcon呢 它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 它的飞比能力 相对来比较靠下一点 以后它是一个 偏向于这种png 或者弱png的 这样一个 一个半导致性质 然后如果我们跟这个 正向getcon电池是一样 我们采用这种 准奥位getcon来钝化 因为准奥位getcon 它是一个相对来 更偏远于png的一个材料 因为它的飞比能力呢 相对于体像来说 它更靠下一点 这样的话的话 它的电子呢 就很难从这个 pnggetcon往这个 从这个奥位getcon 往这个体像来进行扩散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 建立一直接的角度 来考虑的话 我们为了形成 有效的建立一直接 我们是希望这个什么 在反映getcon电池中 我们希望它的这个 上表面呢 是更加偏远于N型的 如果它的上表面 更加偏远于N型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电子呢 就能够比较容易的 自发的呢 从这个getcon 它的上表面 然后扩向到它的体像来 这样的话 它会在体像这一次呢 聚集一些负电荷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上表面界面处呢 会聚集一些正电荷 这样的话 它会形成一个 大概是从 我的png 从右往左 这样的一个 额外的电场 这个电场呢 是跟内线电池的方向呢 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也就是说 对于反向盖底框电池 它跟正向盖底框电池 不同之处呢 就在于 对于这种 反向盖底框电池的话 如果我们也希望 能够引入一个 在上表面 引入一个 见面意识节的 这个作用的话 我们是希望 它的上面 偏向于n型的 而不是像这种 正向盖底框电池 我们让它偏向于png 这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 如果我们在这种 反向盖底框电池 我们跟正向盖底框电池 采用同样的这种 二约盖底框 动画策略的来画 然后呢 我们所做出来的 反向盖底框电池 效率呢 是往往是偏低的 由于呢 我们是希望 它是偏png的 而如果用准 二约盖底框 它往往是一个 是一个png的 但是我们希望 它是偏n型的 这样一个性质 然后针对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提出来了 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 我们通过把 这个反向盖底框的 上表面呢 进行一个表面的流化 然后这样它构建出 一个高效的这种盖底框 基于盖底框流化签的 这样一个一个 上表面的经济一致节 然后具体方法的话 就是呢 我们首先 做完盖底框薄膜之后呢 我们在盖底框薄膜上面呢 先沉积一层 这个比丁素酸签 就这样的一个 一个构 然后的话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就在盖底框上表面呢 形成一个 负签的这个 薄层 然后呢 在 在这个薄层上面呢 继续沉积一层 这个 TMS这样的一个 一个流化剂吧 它因为这个材料呢 它跟比丁素酸签 它们两个实际上 很容易反应 它们只是在固态下 稍微加热 它们就可以反应 就是形成黑色的 这个流化签 这样一个作用 然后为什么选择流化签呢 首先我们考虑的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流化签自身呢 它呢 是 更自身的 通常往往 就是流化签自身 它是个N型的材料 它满足于我们 对于这个 呃 就是上表面 骗N型的一个 界面一致移的要求 还有比较关键一点 就是因为流化签呢 它跟Gatecoin 从经格结构上来看的话 它们两个的 经格参数呢 非常相似 这样的话 流化签呢 它在上表面的流化签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 稳定下面 这个Gatecoin 经理结构的一个 一个作用 同时的话 如果我们从这个 融子集常数的角度来看的话 流化签的话 签跟流 流化签中签流键的 这个键墙呢 是远远大于 这个签点键的键墙的 也就是说如果上面面 也存在这种流化签的话 这流化签呢 它呢 就能够这个 抑制这个界面处的 一个衰减 同时呢 这样的话 这样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出来的 反映Gatecoin 其实呢 就有可能了 它的无力气会更好一点 这是我们这个 对于这个 付签Gatecoin 以及这个 它表面流化的一个 一个 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表征吧 就是我们通过SPS 通过它的分面积呢 我们证明了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 Gatecoin表面 先沉积这种 签沿之后呢 它是 的确是可以形成 这个付签的一个 一个表面 然后接下来 我们通过这个SPS 以及那个 那个扫币电竞的 Mapping呢 就是可以证明的话 实际上 我们在Gatecoin的 上表面呢 的确是形成了 一层这个 类似于负流 主要是流化签的 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 宝层 然后我们比较 关注的是 是这个 流化之后 Gatecoin表面的能力 结构 然后这个呢 Control呢 就是正常的一个 没有处理的一个 概况 它的非米能机的 大概是4.93个电子幅特 SST呢 是我们通过 表面流化处理后的 然后我们看到 它的非米能机呢 是一个 比较明显 相对来说 比较明显的上移 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流化处理之后 因为它非米能机上移 也就是说 相对来说 它呢 更加偏向 相对来说 偏向于N型的 这样一个性质 同时的话 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用目前 比较常用的 PAI 我们把它用在 反向 Gatecoin电子里边 如果进行表面 处理之后 我们发现的话 它的非米能机 它跟这种 Control的 就正常的Gatecoin 相比来说 非米能机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跟我们前边的 最开始的这种推测 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 对于PAI 来在反向 Gatecoin电子里边 如果我们采用PAI的话 它可能只有一个 区域充换的作用 而它对非米能机 的改变 以及接近一击的形成 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因为表面流化处理之后 它非米能机 是上移的 也就是它非米能机 更靠上 然后表面的非米能机 更靠上的 这样的 电子就比较容易 从自发的 从表面往提向来进行扩散 这样跟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说 它从而 它会在 Gatecoin的上表面 形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进面意志节 形成这样的一个额外电场 这个电场 它跟反向Gatecoin电池 它的内线电视的方向 是一样的 它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起到 这种促进电荷的 电子的提区 然后并同时 阻挡空虚的一个作用 然后对器件的效率 是 是比较有意义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 我们做的反向概念问题 是它的一个气垫结构 然后的话 这个阳激界面 是我们一直在用的 这个 P3CT 也就是说 测链还有缩酸的 这个 聚财分的一个 聚电影制的一个阳激界面 然后当时的呢 我们是在 如果采用这种 FAMA的体系的话 我们是可以 把它的电压呢 由最初的1.09 提高到1.19 提高到1.19 效率呢 也可以首次的 把效率提高到24%以上 然后呢 如果我们采用这种 目前比较长的 类似于PEI 这样的一个顿化的话 它呢 效率呢 提升呢 相对来说是 虽然有提升啊 但效率提升呢 并没有那么明显 大概是可以做到22%左右 同时呢 我们电池呢 也通过了这个 第三方的一个认证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在这种 相对来说 目前来说 比较稳定的一个 MA MA-free 也就是4FA的 一个体系中呢 当时呢 效率也可以做到 这个23.5% 也就是它的开价提升呢 也是比较明显 接下来的话 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 比较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我因为我们上表面 用这个流化之后的话 它肯定存在 这种顿化的作用 接下来一个 比较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如何来区分 这个在我们的电池中 它这个顿化的作用 跟界面一指节的作用 就是如何来区分 这两个作用呢 首先呢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 测了这个流化前后 我们开始跟我们捕摸 它的这个荧光 以及它的这个熟态荧光 我们发现 不管是从这个荧光的 这个 就是荧光的蓝仪 以及那个 它的荧光寿命 增加这个角度来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说我们在这 我们的Gatcon薄膜中呢 它是肯定存在 这个流化之后 它是肯定存在 圈圆灯化的作用 由于呢 由于那个Gatcon内部 它这个载流子的 这个寿命的话 可以由最初的 462个纳秒呢 提高到706个纳秒 我们这个呢 用载流子寿命的提升呢 它主要是 应该主要是 可以归结于这个表面 确线灯化的 这个一个作用 然后的话 我们就通过这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计算 我们就发现 如果是Gatcon薄膜 它呢 表面只存在 这个确线灯化的作用的话 那么Gatcon 它的一个载流子的寿命 就是700多纳秒的 一个载流子的寿命的话 它理论上 它的这个开压 就是VUC呢 大概呢 是在1.14V左右 而我们实际上的话 我们做出来电池的话 它的电压呢 可以做到1.19V 这就说明什么呢 什么就是 在我们这个流化之后的 Gatcon薄膜中 Gatcon电池中呢 它除了这个 确线灯化的作用呢 它肯定还会 还有这种 其他的额外的作用 然后呢 使我们的电压呢 能够做得更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我们的电池呢 进行了一个 MotorShotE的 一个 就是它那间电视的 一个测试 我们就发现 流化后的话 然后我们电池 它的那间电视呢 可以有最初的1.07V呢 可以提高到1.21V 这跟我们测出来的 这个 气件呢 真实气件呢 它的开压VUC呢 是比较接近的 这就说明了 在我们的这种 流化之后的Gatcon电池中呢 它的确是存在着 一样这样的一个 界面意志节 也说它可以提高 我们整个电池 它的内建电视的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监测了一下 我们做出来的 气件 它的这个稳定性 那呢 如果我们在联系光照下 这个MPV tracking的 这个条件下的话 大概经过这个 1000个小时的 联系功能输出的话 它的效率呢 可以保持在 处置值的90%以上 这主要就是由于 这个流化前 它自身的这个 能够稳定 Gatcon电池结构 以及它自身的 这种前流件的 结构强度呢 比较强的这个原因 同时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 当时正是在首相里面了 如果我们经过这个 在85度 这种老化的 这个加热老化的条件下的话 经过2000个 2000多个小时的老化的话 我们流化之后的电池呢 它的稳定性呢 也可以保持在 它的效率呢 也可以保持在处置效率的91%以上 然后呢 然后我们关于这个 就是说这个流化 这个经过一阶级的工作 发表之后呢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个前段时间呢 也在Gel上面呢 也对我们的工作 进行了一个专门的这个评述 然后接下来的话 跟大家再稍微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反向盖特光电池 它这个电极腐蚀方面的 一个一个工作 因为这反向盖特光电池的话 就是我们目前 反向盖特光电池 就是上边所有的这种上电极 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比较倾向选 从效率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这些选择的金属电极呢 通常是一些低公寒的金属 比如说是银铝或者是铜一样 这些电极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这个Gel上面的 它在这个长时间的老化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发现 慢慢的发现这个电极 因为这是我们用的目前我们自己常用的铜电极 这是这个刚做出来的电池 如果我们长时间老化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电池 它就开始颜色就开始变黑或者变深了 尤其是这个电池 它这个电池这个变远 然后这样的话的话 会造成就是我们电池老化之后呢 我们电池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电流呢会明显的下降 但是呢 如果对于同样的这个一个电池 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Mask 然后这样的话 让我们的这个光呢 只打到这个 我们在最少肉眼看上去 这个电极颜色还没怎么变化 这个这个小范围上面呢 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电池的电流呢 是会这个 是会有明显的上升的 这就说明了什么了 其实对于同样的一个电池 虽然它的我们测试来 它的效率衰减了 但是实际上呢 它效率衰减了 在一定程度上 它至少一部分的效率衰减了 并不是由盖的矿 自身盖的矿层自身衰减所造成的 它主要是由于我们器件 它这个电极腐蚀所造成的 这样的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让这个电池呢 我们只让光对准 这个没有腐蚀的这个电极 这个附近的话 我们器件呢 还是可以做出来比较好的 这个尤其是它的电流 还是可以做出来比较高的 这个电流的 然后真正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分析了一下 就是说 那么电极腐蚀它可以 我们认为呢 它主要可以从这个两方面来 对盖特矿电池的纹理性造成影响 一方面呢 就是跟我们前面的 我们前面所肉眼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 我盖特矿的分解产物 比如说清点酸 或者说是点单质这些材料呢 它可以跟我们进入电机发生反应 然后这个反应呢 因为它把这个清点酸 或者点单质消耗掉之后呢 它会进一步加速盖特矿的分解 类似于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然后另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知道盖特矿内部的话 它都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 这种离子迁移或者是移动的 然后呢 正常情况下的话 由于盖特矿内部 至少它一些短程的离子移动 我们虽然在光照下 它离子发生这种迁移了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暗台下 它效率可以恢复的 这是盖特矿一个比较容易观测的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这样呢会造成的 就是说由这个离子移动 所造成的这个效率损失呢 效率损失 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呢 可以恢复过来的 这样啊 它就是一个可逆的这个效率损失 它呢 这个呢 可逆的效率损失呢 实际上的话 对我们将来的应用呢 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它毕竟是可以 至少我们放一段时间 它就可以恢复过来的 但是如果这个离子 在盖特矿内部发生迁移之后 如果它跟我们的建筑电机 发生反应了 这样的话 因为你离子反应之后的话 它肯定就没有办法回去了嘛 所以说呢 它就会是原来这种 本来是可逆的 这种效率损失呢 变得不可逆 也就会 也就说呢 会造成我们整个电池 它效率的这种 这类似于是永久性的损失 然后针对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引入了一个 这种化学防腐的这个概念吧 我们呢 就是说在这个 争渡这个同电机之前 我们首先在盖特红宝木上面 引入了一个 本名三单座 就是BTA这样一个 一个材料 然后BTA呢 因为BTA它是一个 在金属防腐领域 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金属的防腐蚀的 金属防腐蚀抑制剂 然后它的作用机制的话 就是说 它大概呢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可以跟铜呢 形成类似于这样一个 致命的这个聚合物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阻挡这个 铜的进一步的腐蚀 然后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浸泡 或者XRD实验 我们就可以发现的话 有BTA的话 它是可以明显的来一直 通用电这个电材料 这个一个化学反应 或者它的腐蚀的 然后通过这种 化学防腐的方法的话 我们所做出来 钙特矿电池的话 它不管是在空域中 还是加热天下的话 它的纹性呢 都会有明显的提升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呢 如果我们在这种 联系光照下的 这种最大功率输出的话 我们如果采用这种 防腐的方法之后呢 它经过这种1000个小时的话 它的效率呢 可以稳定在处置的 大概90%左右 提升的也比较明显 今天呢 接下来呢 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首先就是在这个 针对反向盖较光电池 在效率方面的话 我们就通过这种 构建界面一水节的 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那个实现了 这个效率大于24%的 这个反向盖较光电池 然后在它的这个稳定性 尤其是电机稳定性方面的话 我们是采用这种 花样防腐的方法 来抑制这个电机的腐蚀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明显的提升 盖较光电池 它在连续光照下的 这样一个稳定性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 汇报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李老师精彩报告 我们现在有几分钟 可以提问 如果现场的观众 有问题可以直接 就是解除语音 现在就是在线下的这个留言区 有一个问题 好的好的 原位反应过程中的有机物质 最后还存在吗 就是您刚才介绍 在原位反应当中牵扯到的有机物质 是这个地方吗 等一下我没看 这个是最后小节 原位反应 对 应该是这个地方吗 对 应该是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是我们 理论上说应该是存在的 应该是存在的 应该是存在的 因为这个至少它一个 我们这个过程的话 它加热那个什么 它的加热温度 我们整体上 就是说我们旋徒 这个沉积 这个TMS之后的话 我们加热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大概100度加热 然后让他们直接反应的 在这个温度下的话 它这些有机的总分 应该还是存在 除了我们当时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这个 关于它做 做这个进一步深入的表证 但从我的观点来说 它应该是存在 因为它在100度左右的话 它应该不会这个跑掉 好的 咱们还有其他问题吗 现场的参加者 我这儿还有几个问题 就是分别这几位 就是刚才谭老师和朱老师 有线下的留言区的问题 我一会儿再问你们两位 然后李老师这边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离子迁移是 盖特矿电池中一个比较显著的负面效应 就是说您这个工作 就是展示了一种 意志管理它的思路 请问就是说在这个领 就现在领域内对 这个叫离子迁移这个现象 大概就是是怎么管理的 或者是有什么系统的定量的方法 您可以介绍一下 就说如果我应该的矿的话 是这样的 按我的理解 就说这个离子移动 它肯定是对于该的矿 它的稳定性 尤其它的稳定性 是一个 就是对它稳定性影响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按我的理解的话 因为这个离子移动 它是至少目前这种结构的该的矿 它是一个它自身的一个材料的性质 也就是说我们不管你怎么去优化 这个离子移动 它肯定是存在的 只是说它这个现象的 就是它你你怎么来进一步的抑制 不能去完全的这个来来来 这个什么就是消 就是完全的来克服这个这个问题 然后对于离子移动 如果我们表征的话 应该目前的话 就说你如果是隶属于是 如果是定定性的表征的话 就比较简单 就是比如由于该康内部离子移动 大部分认为它主要是有一点阻分的 这种歉移 就说你比如说你通过这种 在屋外里的体内 你通过容易的浸泡 你就比较容易测出来 如果你通过这个定量的话 我们是可以通过测这个 盖子光薄膜 它的那个离子移动活化能 然后我们就可以定量来表征出来 它离子移动的这个 就是它的一个室内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 那个什么测量guidecon 它的一个应该是离子迁移的速率 离子移动的这个速度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它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同时测出来 那个什么 它内部离子移动的这个难易程度 以及它离子移动的快慢 这个的话是可以做出 做那个对它的离子移动 是可以做定量的这个表征的 然后对于离子移动这个问题的话 目前的话按我的这个看到的 也有的文献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个工作的话 大部分的话都是来通过一个 引入一个不管是二维的 比如说类似于拭目系 或者其他的像我们一样 之前我们的教练一样 都是通过引入一个 类似于是阻挡层这样的一个 一个作用来来来这个阻挡这个离子移动 就跟刚刚刚才他要是讲的一样 比如说我们引入一个氧化系一样 就是那个LD氧化系一样 就是阻挡这个离子 然后它跟那个什么 跟我们的传组层 或者跟我们的 尤其跟我们的奠基来发生反应 就是一个阻挡的一个作用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李老师 这个 那个我在 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个 之前线下问的这个谭老师的问题 谭老师还在吗 在的 就是有一个问题是 您那个PPT里边 P2区域的CDB层 不切割掉的话 会不会影响紫电池之间的导电性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们这里非常巧妙的就是在于 这个氧化 氧化系它是一个半导体 它不是一个节约 你再共享一下这个PPT吗 我先停着 对你先停停 好的 谢谢李老师 我来共享一下 它的应该是这个吧 还没有 这个应该能看到吧 是吧 对 这个能看到 它的巧妙就是在于实际上 最下面的这个是TCO 然后这个是金属 然后这个是一个半导体 如果如果这个氧化氧锡 就这个氧化锡 如果是一个节约体的话 就这个宝型扩散组合成 如果是一个节约体的话 它肯定就是不导电 是吧 这是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组建的互联 这个巧妙之事就在于 我们这个宝型扩散组合成 它是一个半导体 这个二氧化锡是一个半导体 它的这个金属和ITO之间 引入一薄层的这样的一个半导体的话 它对它的这样的一个欧姆接触 或者是半导体的这个导电的话 其实没有多大影响 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文章的附件里面 是给了那个数据的 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IV测试 其实它它额外的引入的这个电阻 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因为它这个层非常薄 它只有十几二十个纳米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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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